呃 明珠是 他敢揮吗 对 应该他敢揮你 你知道我自己本身拍过客家电视台的戏吗 哪一部 为什么我没有演 呃 呃 我不知道 我问一下台长啊 因为那个其实我为了那一齣戏 我客家话从不会 那我现在其实 乃是堂不是共啊 嗯 欸 很厉害耶 对 乃乃 呃 乃乌 乃乌乌乌 乌乌乌 乌乌乌很少人会讲 真的 然后那时候喜欢被疯掉了 什么枪 大 大 大谱枪就是在台中东市大谱的枪调 对 我们当时就是在台中东市拍的 我们整幅战圈牌 嗯 现在我自己知道自己可以听得懂的时候 自己有多兴奋 你待会一定要交我的LINE哦 好 没问题 我可以交你苗栗枪 苗栗枪吗 那苗栗就CNQ啊 欸 你很厉害耶 你怎么知道 我真的 我这样喝越多越会讲 你们小心一点 来干杯干杯 干一下干一下干一下 我们住在苗栗的里面的一间名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其实附近好山好水 我们哪也去不了 我们通通 你一个哪个家 真的假的 你家在苗栗的哪里啊 苗栗是 我们在苗栗的山里面那个有萤火虫的地方 我跟你说苗栗都是我管的 都是你管的 你是苗栗国的国王吗 他是女王 男庄吗 啊 对 就是男庄 就是男庄 你看我就是我管的嘛 是 失敬失敬 我们那时候住在里面啊 然后因为里面满多同辈演员 像刘冠霖白白 侯燕熙 我们一群人住在民宿里面啊 我们其实每天拍完戏 我们都是戏剧系的同学 然后甚至都是剧场圈出来的 我们每天拍完戏之后 我们回饭店洗完澡 我们会在民宿的大厅 我们在那边聊天就喝酒 然后在检讨金轻的戏 哪里演得不好 谁最常被检讨 我觉得其实是我 说你自己的状态 因为其实我 你刚刚说的一排 还有以文歌你知道吗 可以讲吗 对 就还有以文歌 以文歌坐在那边 我看你们应该都不敢造次了吧 对 因为哇 这么多人在里面 我算是很晚 像刘冠霖白啊 白白都是我的学姐学长 然后我紧张到不行 照拍到鬼剃头 真的啊 所以你要讲吗 我后来讲出来 那我那时候在那边凸了一块 因为我压力实在太大 因为那一排站出去 通通是金字辈的 金马奖男主角 金马奖男配角 剧场圈女人 你也是金字辈的啊 可是你知道金字辈太多了 所以我那时候 我算是他们的晚辈 然后我们其实会在那个 民宿的大厅啊 甚至会开始排戏 比如说来我们现在冠亭学长 帮我们排一个这场戏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 哇 这时候我明天要怎么演 我们会排明天的戏耶 我们会排到半夜12点 然后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觉得这个气氛很好 是我们是一群 热爱表演的一群人 然后我们晚上在那边排戏 在那边聊表演 哇 好有趣 甚至你知道大家回房间之后 大家还会传讯息问那个 侯燕熙啦 我心计很重 都不下来排戏 可是在传讯息问白白说 白白 我明天这场戏 我这样演可以吗 那你会怎么接 我们把所有事情都讲好 然后到现场 你排很多版本给导演看 导演快笑死 这部电影很有趣 所以就是演员们自己都很认真 而且能够给到导演很多不同的 这个系的这种chemistry的组合 因为一群演员都很厉害 你当然你知道欲强 折强 他都不想那个啊 没有错 而且我们的网友现在也在敲碗说 希望能够贺珠CP 大贺明珠CP 如果未来在戏剧上面有这个chemistry的组合 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哦 如何呢 敬网友 对我觉得不错 大家都觉得你们两个 如果有机会在戏剧里面去组合 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 总而言之呢 那个时候就是 我其实中间有写过几次讯息 我就想说 我就大胆问一个我最崇拜的主持前辈 就是娇哥这样子 然后就问他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可以更精进 因为我真的不晓得 我觉得我遇到一个瓶颈没有突破 但是其实我那时候跟焦哥联系的时候 大概是2017年16年了 然后焦哥就一直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就是我找到一个家庭这样子 因为自己一个人真的很辛苦这样子 那黄子焦在这个当中 他代表还有处理了 哪些问题或者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一定要讲一下 就我觉得焦哥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人 因为第一次我跟焦哥聊的时候 他就写了两张C卡纸 然后比较厚的C卡纸 A4两张 把我历届有po在网路上 所有我的主持影片 他都看过一遍 然后把我所有的缺点都把它写下来 然后告诉我说 如果我们要合作的话 这些地方就是一定要改 所有包括这次是我的刘海 我的头发 我的衣服 我有一次好像在主持面讲到晚上好 他觉得这个很忌讳之类 他就看得非常detail 就是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写下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啦 能够有一个我 跟我同一个性质的前辈 然后可以这样跟他学习 对我来说就是跟中了乐透一样 韦国哥你的脸很红耶 对啊我刚开始觉得 我们就要担心你吗 天呐 我一口就红 我其实是一口就红 所以说你知道这次真的是蛮吃亏的 是自从变成talk一杯之后 我们都喝都喝真的 所以说真的耶 通常到节目到中段的时候 就又红又肿 我一直觉得我跟一个烫熟的螃蟹在聊天 超级红 你刚才以后就叫我龙虾哥算了 龙虾哥对 我好高红耶 真的是很红耶 我们已经讲了很久很久 聊了很久 然后都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主 今天因为在疫情当中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多的时间在家里了 不管是在家里运动 在家里工作 或者是在家里看书 甚至是整理家里 所以发现其实家里有很多东西 好像平常你以为留下来他会用到 但其实永远都用不到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企划就是 要找到你家中可以断舍离的东西 你不需要并不代表人家不珍惜 你断掉的可能是人家的好礼物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就是 可能会成为两位的宝物的这个小游戏 因为前阵子这个我妹就是她 因为她4月1号生日 她是一个牡羊座 我们就买个蛋糕 可是后来因为她一直不住家里 后来疫情起来了 她就没有回家 然后这个蛋糕就一直摆到现在 蛋糕 摆了两个多月一直没有 可以吃吗 对 所以就是想说 这个蛋糕可以拿出来送给大家 一二三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屁啦这怎么是我妹的生日 这是今天买的蛋糕 很新鲜的生日蛋糕 你看看起来这个光泽 有没有 这是我的生日蛋糕吗 这是你的生日蛋糕啊 这是你的生日蛋糕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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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时候Google你啊 发现6月30号 今天7月1号不就隔一天而已吗 我真的要哭了真的 你要哭 你可以说 因为我昨天生日那一天 我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 都在当评审 所以我几乎是没有过生日 我定义我今天才是真正的生日 谢谢 谢谢大鹤我收到了 收到了 接下接下 耶 我觉得你们等一下真的要换LINE 大鹤我觉得你要想办法 弄一个真的生日蛋糕给民主 没有问题 而且你知道这个生日蛋糕 我待会一个人 基本上是吃不完啦 那所以是不是明珠要不要来干一杯 谢谢 生日快乐 欸我跟你讲 这种连线过生日 我真的是这辈子第一次 我觉得这个经验非常的棒 我们截图一下 好感动喔 谢谢 两位我都有 我现在先给大鹤 然后也有明珠的 来大鹤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是你的结婚照吗 不是 我最好我长得像三田孝之 然后新娘是林赖瑶啦 三田孝之不是最近很红的MV帝王吗 这在他很纯情的时候 有一部日剧叫做在世界的中心呼喊 大爱情 这林赖瑶在 这是他的当年从写这女星变成 日剧女主角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一个剧 好帅 当年他的小说呢 拍成了电影跟电视 这个set是他的限量版DVD套装 精装限量版 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从当年到现在 大鹤这是你的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戏剧演员 戏剧演员 需要谈恋爱 需要好的作品的观摩 而且你看 还可以看到林赖瑶年轻的样子 还有三田孝之很清纯 还不是AV帝王的样子 哇这个时候他跟现在的 应该差20公斤以上 大使就是怎么样 要礼尚往来 有不过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是减肥的东西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这东西厉害的 跟你讲 我今天这一套东西就跟防疫有关系啦 防疫在家没事干要干嘛 就是要找事干 有没有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东西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哦 我刚想到 想到了 嗯 不是不是 尾不过你的脑袋怎么都装这些东西呢 它是一个清洁用的抗菌的肥皂 为什么是黑色包装啊 它什么口味啊 檜木口味 它是檜木味道 直接就有Watermail的网友说那是钢粉吗 你真的是很有梗 这个东西在家没事干 我说要找事干嘛 对不对 干完一些事情之后 记得要做一些清洁的动作 这就是 什么意思 这个肥皂 我不可以有要再进第三胎吗 哈哈哈哈 好总而言之 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给大家 然后就是层次的邀请大家 今天也交了新朋友大喝 如果有机会疫情结束之后 有机会可以来我家看看 然后可以选你们喜欢的 沙发就是 也是可以啊 我再买过就好了 我说不到 你真的好大方 太大方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个小气 送了什么东西 我丢掉 丢不起 我丢掉 丢掉 丢掉